历未记第二十五章 耶和华在西奈山对摩西说 你要告诉以色列人 对他们说 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的那地以后 地要守耶和华的安息 六年之内 你要耕种田地 六年之内 你要修剪葡萄园 收藏地的出产 但是第七年 地要完全修歇 享受耶和华的安息 你不可耕种田地 也不可修剪葡萄园 你收割以后 自然生长的庄稼 你不可收割 没有修剪的葡萄树果子 你也不可采摘 这一年地要完全修歇 地在安息年的自然出产 是给你们做食物 就是给你 你的仆悲 故宫和寄居的 就是与你们一起居住的人 甚至你的牲畜 以及你那地的走兽 都以安息年的出产 做食物 你又要为自己 计算七个安息年 就是七个七年 你经过了七个安息年 四十九年的日子以后 在七月初时 你要吹脚 在赎罪日 脚生要响骗你的权地 你们要把第五十年分别为圣 向全地所有居民宣布自由 这一年是你们的喜年 你们个人要归回自己的地业 归回自己的富家 第五十年是你们的喜年 这一年你们不可耕种 也不可收割自然生长的 也不可采摘没有修剪的葡萄树果子 因为这是喜年 你们要当作圣年 你们可以吃地里的出产 在这喜年中 你们个人要归回自己的地业 如果你卖什么给灵社 或是从灵社的手里买什么 你们不可欺负对方 你要按照下一个喜年以前 还剩余的年数向灵社买 他也要按照这年数 可得的出产价值卖给你 年数多 你付的买价就要增多 年数少 你付的买价就要减少 因为它是按出产的数值卖给你 你们不可欺负对方 却要敬畏你的神 因为我是耶和华 你们的神 所以你们要遵行我的律力 谨守我的典章 遵照奉行 就可以在那地安然居住 地必生产果实 你们就可以吃饱 在那地安然居住 如果你们问 在第七年 我们不耕种 也不收藏我们的出产 我们吃什么呢 在第六年 我必命我的福临到你们 地就会生产足够三年食用的出产 第八年 你们耕种时 仍有旧粮吃 直到第九年 收成新粮的时候 你还有旧粮可吃 地不可永远卖掉 因为地是我的 你们在我面前 不过是寄居的和客旅 在你们所得为业的权地 你们应该让人有赎地的权利 如果你的兄弟贫穷 卖了部分地业 他的至亲 可以来把兄弟所卖的赎回 如果没有带熟人 而他自己的经济能力改善 足够把地赎回 他就要计算卖地的年数 把余胜年数的出产数值 还给那买主 他就可以收回自己的地业 如果他没有足够的能力 为自己收回卖了的地 他所卖的 就要存在买主的手里 直到喜年 到了喜年 买主必须把地归还 卖地的人 可以收回自己的地业 如果有人卖了一所城内的住宅 在卖了以后的一整年之内 他有赎回的权利 在这些日子以内 他随时可赎回 如果满了一年期不赎回 那所城内的房屋就要确定 归买主 世世代代为业 就算到了喜年 买主也不必交出退还 但房屋在四围没有城墙的村庄里 就要算为乡下的田地一样 是可以赎回的 到了喜年 买主要交出退还 至于立位人的城 就是他们所得为业的城 其中的房屋 立位人有随时可以赎回的权利 如果一个立位人 在他所得为业的城里 没有赎回已经卖了的房屋 到了喜年 买主仍要交出退还 因为立位人城里的房屋 是他们在以色列人中的产业 只是他们成交之地不可出卖 因为是他们永远的地业 如果你的兄弟贫穷 在你那里手头拮据 你要资助他 使他可以与你一同生活 像旅客寄居的一样 你不可向他收取高利 却要敬畏你的神 使你的兄弟可以与你一同生活 你借钱给他 不可向他取利息 借粮给他 也不可要他多还 我是耶和华 你们的神 曾经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 要把迦南地赐给你们 而且要做你们的神 你的兄弟在你那里 若是贫穷了 卖身给你 你不可逼他做奴仆的工作 他在你那里 要像故宫和寄居的一样 他要服侍你直到喜年 到了喜年 他和他的儿女要离开你 归回他本家 归回自己祖宗的地业 因为他们是我的仆人 是我从埃及地领出来的 他们不可以卖作奴仆 你不可严严地挟制他 却要敬畏你的神 至于你需要的仆悲 可以来自你们四围的列国 你们可以从他们中间购买奴碑 你们也可以从那些 与你们住在一起的外人的儿女中 或是从他们的家族中 就是那些与你们在一起 在你们境内所生的 购买奴碑 他们要做你们的产业 你们要把他们留给你们的子孙 做永远的产业 你们要从他们中间取奴仆 只是你们的兄弟以色列人 你们却不可苛刻管辖 在你中间寄居的外人或是客旅 若是富足起来 你的兄弟在他那里却渐渐穷乏 把自己卖给住在你那里寄居的外人 或客旅的家族 卖了自己以后 他仍有赎回的权利 他兄弟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赎他 他的赎伯 或是他赎伯的儿子可以赎他 他家族中的骨肉至亲也可以赎他 如果他自己的经济能力改善 也可以自赎 他要与买主计算 从卖身那一年起 直到喜年为止 照着年数的多少 按故宫的公价计算赎银 如果卖身时 还有很多年才到喜年 他就要按着年数 照他卖身的价银 按比例偿还他的赎价 如果距离喜年只有几年 他就按着年数与买主计算 按雇工的工价偿还他的赎价 买主要像每年雇佣的工人那样待他 不可在你眼前苛刻地管辖他 如果他不在这些年间把自己赎回 到了喜年 也可以和他的儿女一同离去 因为以色列人都是属我的仆人 他们是我的仆人 是我把他们从埃及地领了出来的 我是耶和华 你们的神